中国足鞋杯第四轮的一场比赛 是由南通之云坐镇主场迎战武汉三镇 那场0比5也是南通之云本赛季主场的最大比分失利 正是败武汉三镇队所赐 但是这个我们看啊 下雨的天气对南通队很有利 又是江子磊 这个赛季的定位变成了一名轮换球员 因为更多外援的加盟 但是开场这几下出球 再起长传阿齐兹给过来 斯坦丘先把球给护住 再松一脚直伞球 打门 门将薛庆浩做出精彩的铺就 就险些破门 这就是斯坦丘的功力 罗马尼亚的国脚 右脚给了一个非常低的线路 再起船中 误打误撞 球来到维士豪脚下 边路一对一 连续的晃动 晃开了角度 晃开攻击 自己打门 来一脚兜射 体现出来一定的功力 虽然是被禁赛了六场比赛 但是 看得出来平时训练还是有下功夫的 这下回传球又是传小了 巴尔德内签之后的打门打在自己球员身上再打球进了 是有手球 而且是不是有越位 巴尔德打门的这一下感觉 正好前就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果然 对方的前锋落入越位的陷阱 这一次毫无疑问 不管有没有手球都是明显的越位 当然他也提醒他 最后提醒大家 最后半分钟要集中注意力 又是机会突到进区里面 留电座的位置 打 又是打圆角 上边上比赛的开场阶段和最后阶段 两次打门如出一辙 都是在右侧 这样一个类似的位置 只不过上一次是由江思磊来完成 这一次轮到正号前 右侧打圆角 这球我们看任行已经跟不上了 有过立功的表现 也指挥一下任强 斯坦秋直接攻门 果然啊 又是直接考验到了薛秦浩 这个球的质量极高 弧度和速度 不然武汉三阵队也不会 说极力地去促成马尔康的回归 这是好机会 横传 后点空门了 非常可惜啊 刚才又是叶丽江 什纳尔 完成封挡的时候啊 倒地也是出现了一些受伤的情况 吃到了一张黄牌 一对一的防守 在起船中 第一点漏过去 给回来 打门 敲进了 南通之运队取得领先 第73分钟 进球的是老将汪松 刚刚替不上来啊 嗯 坐回来这一下完全被放空 何超补上去 已经是来不及了 直塞 又打穿了 好像不越位 再传空门了 二比零 这球有问题吗 因为没有VR 所以肯定没问题 光着上半身 你看两个中后卫中间 润航转身这一下 到了八十多分钟 已经完全是跟不上 郑浩前 再上埃德米尔森 有点为时已晚的感觉 坐回来 打门 这球都没进啊 这样的话 这里任意球啊 稍稍偏出 主裁判杜建新也吹奖了 全球比赛结束的哨音